誒 那個字尾不見啦 我怕被尖尾 快點啦 來來來來 這個是全台灣 了解科皮 了解科皮的 No.2 你知道嗎 你是No.1 當然 你是No.1 耶 耶 何嘎哉講得你 但是我對你今天講的話 有一點意見 我說我們要封攻 我只負責北北基 不是紙啦 主要負責啦 太客氣了 好啦 客氣什麼 好啦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 向以往主持的政論節目 來賓告別 這節目主持那麼久 依依不捨了 覺得蠻可惜的 政美要有奮技 所以只好忍痛 忍痛請辭這樣 暫時告別主持棒 趙少康要當國民黨選戰機關槍 正好補足侯友宜 相對較缺乏的政治議題攻防 本省外省兩人互補 我們是分境合集 一定要選贏這個選戰 就是分境合集 所以他才講說他要顧中南部 他找我的時候就說 他說藍軍你負責 北部你負責 中南部我負責 我也跟侯市長講 我說我不會是一個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以前副總統沒聲音對不對 我不會是一個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我意見會很多的 趙少康也曝光 點頭始末有一部分 竟然和周杰倫有點關係 周杰倫在海外 包括中國大陸辦的演唱會 都是我弟弟主辦 黑道常常要挾持他們 要不然就要辦演唱會了 要不然就要拍電影 對台灣的黑道在澳門挾持 還拿槍 他的整個處理的經過 我就知道這個人 有謀略 有步驟 有膽識 這個黑道住在淡水 但是他常常不在 他說那個老黑道 那我設法去跟他爸爸談判 趙少康擔任副首後 辭了主持 但沒辭中廣董事長 我節目不主持 我不干涉中廣任何事情 我也請假了 我就可以了 趙少康辭聚論節目主持 對此TVBS表示尊重 未來仍會以中立客觀公正精神 報導新聞 聽聞新聞 綜合報導